一条史前巨蟒突然挡在了男孩面前 顿时吓得男孩不知所措 随着巨蟒的叫声 立马吸引了怪鸟的注意 只见他飞进管道 一口就咬住了巨蟒的七寸 男孩吓得年蛮后腿 可逆端的母亲却不幸被怪鸟盯上 双腿不停地被怪物撕咬 大乱见状 年蛮打开了农场的绞肉机 无数怪鸟被噪音吸引 前伏后继地冲进了机器内部 结果瞬间都被绞成了肉泥 即使这才顺利地躲进了屋内 但母亲的腿被怪鸟咬伤 很快伤口就感染化龙 为了找到救命的抗生素 大乡只好带着女儿 前去附近的小镇选找药物 好在他们顺利找到了药店 并成功拿到了必需品 但女儿突然发现 路人的尸体里布满了怪鸟的虫暖 正是一只虫暖突然孵化 顿时吓得女儿一声尖叫 结果几只怪鸟立马就飞了进来 大乡赶紧示意女儿不要出声 也和怪鸟张开翅膀吸收声援 此时他们只要稍有动作 就会被怪鸟听到 而那后果将会异常凄惨 就在这时 女儿看到了天花板上的消防喷头 她突然灵机一动 失意附近大众 如果能触发喷头 就可以分散怪鸟的注意 大众看向双方 表示赞同女儿的办法 但是他们需要能触发警报的火把 于是她让女儿小心地拿到一旁的托把 然后从裤刀里打开了火机 谢天谢地 好在她成功点燃 随后她举起火把 伸向消防喷头 喷头瞬间出发 警报声也立马响起 两人赶紧趁着混乱逃离了药店 有了充足的药物 他们很快就治好了母亲的腿伤 而影片的最后 大众他们也在一路向北后 来到了深处雪山深处的避难所 而这里因为气候还能阻挡到怪鸟的侵袭 但人类想要彻底消灭怪鸟 这会有很长的一段路 等着他们去克服 好了 我是杰 我们下期再见